你敢相信吗 汪苏龙终于对行走的鱼下手了 高端局翻唱 分分钟炸翻全场 其中还因为他实在唱得太好 而被大家忽略了这首歌的原唱 其实是徐佳莹 果然呢 没人能抵抗得住汪苏龙的深情 在最新一期的生生不息节目中 好不容易争取到独唱资格的汪苏龙 没选自己的歌 反而选了他写给徐佳莹的那首《行走的鱼》 据说这首歌是汪苏龙三年前 为自己创作的压轴主打歌 为此他还特地找了唐田来写词 只是最后阴差阳错 被他在联名专辑中分给了徐佳莹来演唱 如今他有机会正式演唱 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梦 不过也正因为他这一唱 大家才察觉到 对于这首歌的表达 只有他的输出才会准确 真挚又坦诚的表达 让大家听过就忘不掉 尤其是镜头早到同样翻唱过 这首歌的陈楚生时 那种强大的共鸣感 几乎要冲破屏幕了 这一轮的金曲奖 应该被汪苏龙莫属了 还能换大人的外壳 好难过 好拥抹 你做过 我做过 前段时间的皮革舞台 陈楚生队虽然一直在输 但着实贡献了不少的风神现场 其中由陈楚生 李久哲 老旧 一同翻唱的这半行走的 一旧名列前茅 两位实力vocal搭配绝杀rapper 再加一个超有氛围感的舞美 这场不赢都说不过去 如果说汪苏龙版的行走的 如是布布输的30岁 那么陈楚生版就是历经沧桑后 又分外明朗的40岁 那种释怀感是这个舞台成功的真谛 但谁又能说 不愿释怀的30岁 还没有更胜一筹呢 要一起远得进行 左海豚版本20岁的行走的鱼 则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 因为他们更年轻 所以能更清晰地体会到成长所带来的痛苦 再加上一点追梦不得志的苦闷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徘徊 被他们加入了两人为这首歌构建的故事当中 只是在听过汪苏龙跟陈楚生的版本过后 再听这一版真的会忍不住感叹一句 他们还是太年轻了 原唱徐佳莹的版本 应该是最能引起女生共鸣的版本 她娓娓道来轻轻缓缓的声音 真的有平等的安慰到 每一个经历过苦难或正在经历苦难的女孩 尤其是听到那句 没关系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识 真的会忍不住期盼 这份救赎总会来到我身边的吧 视频最后 以上众多版本的行走的鱼 你最爱哪一个呢